我從上禮拜三到現場的時候 早上我來我就發現超級多年輕人 我想可能因為那個 可能中座的人都去上班了 所以就沒有在現場 然後我看到很多人都帶著能量來 可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很焦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那時候我就意識到說 要怎麼樣讓大家的焦躁有個出口 然後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讓每個人從自己出發 去想想看自己 到底自己跟這個運動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自己不喜歡什麼 不喜歡這個事情是什麼 然後自己希望跟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那如果假設有自己喜歡做什麼的 那個念頭出來的話 其實你就可能會開始想說 那自己可以幹什麼 來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們對我們 我們第一反而正先就是 上禮拜三來見之後 我們就想到一個重大事 大家要能夠聚在一起 是讓大家都能夠彼此去交談對話 你能夠把你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你的想法成不成熟 然後抽拳不抽拳 那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是你能夠先拿到麥克風 然後把你的狀態去講出來 因為現場有非常多的人 他們能夠聽你的話 聽你講話 知道你這個人是什麼樣一個人 這樣子的話 大家也才能夠去 根據你所講的話 再去給你更多的資訊 更多的補充 甚至是挑戰你的想法 這樣子的話 對自己去想自己 跟這個運動的關係 才能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完整 那如果大家一起彼此討論的話 你也可能會發現 你自己的想法 跟你想做的事情 可能也有一些其他人會想做 所以在這個現場 兩邊的街道上面 有非常多的人 後來慢慢就自發起 自己要做什麼事情 甚至有的就是說 製作貼紙 然後就貼在牆上 製作海報 製作自己的標語牌 那甚至有人參加了糾纏隊 有人參與了物資隊 所以都是在想說 自己能夠為這個運動 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付出在這個地方 讓這個運動真的能夠成功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很重要的是 也不希望只是 每個人單打 獨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能夠在這個現場去找到 你可能從來不會遇到的 可能在這個現場 能夠糾集到一群正統裡面 然後一起來做事情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期待不是說 這邊有一個舞台 然後群眾都是面對著舞台 而是大家彼此面對著彼此 彼此交換大家的想法 然後在這邊我們尋求一個 尋求我們行動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很簡單的 第一天我們就只有 把發電機跟音箱放在這邊 然後再一個方向 希望在這個地方 能夠促進一個 團體的行程 一個聚落的行程 也就是現在我們的 建民解放需要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來到這個現場 你知道這個空間 是能夠遇到很 很愛 可以遇到很多的新的朋友 可以遇到你的夥伴 一起來 考慮自己有沒有幹什麼 所以這個 這麼實際 我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促成這樣一個聚落 一個區域的行程 讓大家能夠知道 來到這個現場 會想要來這個地方 因為來這個地方 就會有很多的可能性 想像出現 這樣子 很多想像性 對 我從第一天晚上就來了 直軒你也是第一天晚上來 對 下午 下午 我那個時候 我分享一下我的心情 就是我十幾天在這邊 其實我白天在公會工作 然後因為公會很硬 所以八點半要上班 八點半 還打卡 我打了三個公會 第一個公會打卡 心情很棒 還打卡 然後 所以每天晚上來 第一天晚上其實我真的不想出來 那時候火蒙的火車 他打電話跟我說 問我要不要來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想說 其實很累 非常非常累 非常非常不想來 可是我想想說 如果說 做一個運動法 然後我自己都不走出來 那沒錯 所以後來就搖一搖 就說 好 半小時見 那 中間很多轉折 就是其實就是 一直在這邊 不停的 參與 就是坐在這邊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 真是可怕的東西是 就是 因為我大概在 公會運動裡面 大概八年 七年八年 然後 常常我們會有 大型的集會運場 有一個總指揮 副總指揮 然後可能還會有什麼 召集人 他們會一堆人在這邊 然後 我也參加過 野草門學運 他會有一個 那個時候叫流水習士民主 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在不脫離 一個形式就是說 他要有一個人 拿著麥克風跟大家講話 他一定要有一個人 拿著麥克風跟大家講話 說 我們要幹嘛 那 可能是空間的限制 也可能是條件的限制 我參與過的大部分 的基底行動 抗爭行動 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裡可貴的是 其實我來這邊 有點無所事 因為我一開始進場的時候 我找不到這個東西 我找不到 我真的找不到 因為他們被關在裡面 對不對 你只能從新聞看到 林輝凡跟陳維廷 他們年紀也沒有輕 一個是我學弟 一個在運動彩排 才能碰到 可是你找不到這個東西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後來 我覺得慢慢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貴就是說 因為他的這個空間的場率的關係 慢慢就像 剛才嘉維 嘉維 嘉維講的 不好意思 找三星師一陣 嘉維講的 慢慢大家就開始說 我們可以自己拿起麥克風自己講話 因為 反正人理多啊 我們的聲音可以講出來啊 你為什麼要來反服帽 吃得太贏了 是不是 對啊 所以說 我覺得那個可貴的地方 是這樣慢慢一點點開始啦 當然我們 可能會有人嚇啊 就像剛才子媗講 有人嚇我們喝酒啦 吃檳榔啊 然後很大分 可是這也是一個民主的形式啊 這也是一個民主的形式 我們今天在反對一個黑箱 然後如果說我們 他沒有打擾到你 可能他只是因為 他的官商你搞不好 你就拒絕他了 那這樣子不是文凱自己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 後來我慢慢慢慢開始找到自己 跟這裡參與的方向就是 這個就是一點點一點點的 這種小小的對話 所以才會想要邀請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是這一場 無論他是學運 我個人覺得他不是學運啦 因為我不是學生嘛 這邊很多人不是學生 不是學生 請舉個手好不好 我吵 我吵 你現在死我 你可以退學 退學 退學是你家的問題啊 你自己不好要認識 找之前 怎麼拒絕的打死 是他拒絕的打死 大家敢總生一下好不好 我做到這種人 沒有拿射射 你根本不知道射 沒有我也不射 我想年前就開始 響應這個學運 霸課開始了 霸課 霸課 霸課兩個 沒有我覺得這不只是一個 學生運動 一個運動不可能只靠學生 當年 當初在野草莓的時候 也不是只有學生 我記得野草莓的時候 第二天坐進去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餅菜 我來從配野草莓的廣場 有的時候 你還能進來 就我笑的 今天就我笑的 第一次 就再也沒吃夠 所以我說 這個不可能一個運動 只靠學生 一定是各種社會的資源 這樣子一點慢慢的進來 那一定是可貴的地方 所以你不是學生 你不用擔心 我們這邊歡迎所有的人來講話 對不對 各位朋友 各位來分享一下 你來這邊穿你的心情心得 不會純粹 嘿 其實那時候每一堂都有去上 但是就是學生 學生 在學校每一堂都有去上課 但我就是考試考不過 好不在意 好不在意 對 我現在頭其實還是有點暈 然後這天一直在 還是在生病 所以大家如果聽到我的話 然後有點聽不懂的話 就不要太在意 對 就是 我其實是 禮拜 算是禮拜四的凌晨才到這個現場 那這任之前的話 我其實現在是一個沒有職業的人 那因為我跟之前的公司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糾紛 勞資糾紛的事情 然後有一些複雜的事情 在這邊就不累贅了 但我之前也有參與過 像是王家的 王家的抗爭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說 之前我之前有一群朋友 然後有在 就是 因為草莓之後 執照 對 我要講執照 但我不知道怎麼講 想辦法 或我們幹嘛 沒有啊 尋求一下寫助也是一種辦法 對 那總之 總之的話 我到這邊 所以我一樣察覺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在這邊想 想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 比如說覺得 現場很像一種園遊會的 形式正在進行 夜市的形式正在進行 或者是說 大舞台在上面講什麼 然後底下的人 只能靜坐這種方式 不能做任何的回應 然後 沒辦法 沒辦法 就是 以自己的方式 來 對這場活動 有任何的幫助 然後 對 總之我 就是覺得這件事情 很不對 那 我的這一群朋友 其實也在這邊 進行好幾天這種自主 自主 自主 自主公民論壇 對 自主公民論壇的形式 然後我覺得這很有趣 那如果說 要問我說 做什麼事情的話 我是有在Facebook上面 用小冊子的方 用 嗯 參與 喔對 寫小手冊 參與 佔領 博會小手冊的方式 然後來 來推廣這件事情 就是我在上 我在小手冊 用小手冊的方式 然後 寫了幾條 我們怎麼樣進行這樣子 一個民 自行 組織的方式 對 然後 希望 這個活 希望這樣的 民主的 方式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對 對 目前是這樣 對我頭一來越暈